我靠這遊戲也太爽 終於被我發現一款能玩的 很像犬蟲跑跑跳跳 這不是洛克人嗎 那肯定很難啦 穩得非常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推薦的原因了 因為那種讓人崩潰的設計 這遊戲裡都有大改善 首先衝刺按鈕的位置整個就是爽 跳在右衝刺在左 這樣抄抖起來手就不會打結 逼你要用單手去按兩顆鈕 錄製影片使我剛玩 可以看出來粗粗的不熟練 但按了一陣子之後就很快適應 他的配置真的做得很好 跟洛克人一樣要選關 電子因為快感十足啊 他的攻擊射程非常短 但打出去超級爽快 爆破物品效果夠誇張 而且對敵還有連斷效果 看到怪被扁到不能還手 那個心情就舒服了 遊戲用色也很厲害 雖然是古早味風格 但很明確的把背景激光跟可破壞物品分開 一眼看過去就知道攻略方向 明明通道很明顯 智商在也不會被污辱 否則每次查攻略 都會發現一大堆複製紋 看他的心理就痛苦 徹底感受他的設計原理是以服務玩家為主 怪物放出來就是給你修理用的 只要稍微迴避就能一條一 簡簡單單就能打過去 所以雖然看起來像洛克人 但骨子裡是吞食天地 像是這個左右橫跳的點 跑過就知道製作團隊很佛心 如果換成洛克人 不在這裡放幾隻飛行怪亂撞 塔庭再放盾牌才守著 他怎麼可能會甘心 每走一段就有補給點 天啊我要哭了 這就是現代遊戲的厲害之處 我是來玩遊戲不是來投胎的 每次掛臉就要從頭開始打 讓大家灰心氣跟散遊戲 那後面的內容是做給誰玩的啊 像這樣放個終極點不是很好 讓大家省時間大家都開心啊 有點刁難的場景也不用怕了 就大膽挑戰 失敗了也不用重跑太遠 真正做到以人為本 不用怕買了破不了 稍微跑了一下就會發現 他還有細心安排速度通路線 當你全速往前衝的時候 敵人就會剛好在可以打死的位置 每個場景的形結非常完美 這樣就有多次有人價值 就算破關了也想要再衝一次 看看自己能多快 難度的部分 他有做好分流 像這種特別變態了戰 就會放在非主線的地方 真的沒辦法了 也可以選擇跳過不打 真的會讓手長膽相當安心啊 至於頭目戰 我只能說太善良啦 玩家居然可以從必殺技強制換取 終於是試精力力的對決了 以前打王就跟老鼠一樣 只能躲閃跑偶爾反擊 現在可以正面去揍頭目 讓他轉三圈飛出去 這個真的超幽默的設計 我整個人笑開懷 雖然頭目出張後還是得躲 但他給玩家很大的容錯攻堅 幾乎只要時間抓對就能閃避成功 所以過關已經不是問題 而是能過多快了 這就是我超滿意的原因 可惜這是試玩版 不然我一定打到破關才停 目前看來他真的有吸收玩家意見 對於舊玩法做了很大的改善 像是跳起來還可以主流動 這樣就多了反悔餘地 不會跳歪就悲劇 弱卻更堅持也不會一次就死 而是把玩家送回挑戰開始處 讓你手感還熱就能繼續衝 被打中後也能操作角色 大大減少被搞的不適感 最最最爽的還是把王打飛來淋出 現在頭目戰不只沒壓力 還會想再來一次繼續音樂 試玩這點光我超級滿意 其他遊戲真的要好好學習他的精神 遊戲製作人讓人開心的 不是拿來虐玩家的 不用說了綜合評價 超過100分